江苏卫视的一战到底意志类答题节目 是华人世界中家喻户晓的一档综艺 3月25日 一战到底世界名校争霸赛 组进哈佛大学 开展了一场竞赛激烈 扣人心弦的比赛 并且宣告世界名校争霸赛 美国赛区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江苏卫视 日与哈罗查纳集团和波士顿国际传媒咨询公司联合主办 ACM蒙传媒 58同城纽约公司 北美风鸟传媒公司 以及密歇根 中文广播 电视台等联合协办 比赛当日下午一时许 经过前期出赛的12名决赛圈选手一一亮相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 波士顿大学 魏斯里女子学院等世界顶级高校 孕育出了进入决赛的这12名学霸 随后金化农奖主持人李好 携手妻子搭档郭小敏的闪亮登场 让座无虚席的比赛现场顿时变得掌声雷动 热闹非凡 两位国内著名的主持人果然是专业素质极高 三言两语就把现场的气氛带得非常高涨 而借助着高涨的现场气氛 比赛也正式拉开序幕 进入决赛圈的12位选手被两两分组 分别一对一进行对战 不出一会儿便产生了进入车轮挑战赛的最后六位选手 而本场比赛的战神也将从这轮比赛中诞生 最终获胜的选手不仅会获得一战到底波士顿赛区战神称号 还会赢得最终的大奖 有着这双重的刺激让这轮比赛变得异常激烈 不仅如此 随着比赛难度的提升 也让参赛的选手和现场观众陷入了紧张的气氛 随着比赛的进行 现场还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争议 比如随着气压升高 水的沸点应该升高 还是降低议题 就引发了在场观众们的争论 最终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核能研究员 给出了最权威的答案 随着五场对战的结束 最终来自波士顿大学的陶欣慈 凭借不俗的实力以及不错的运气 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得到了波士顿一战到底战神的称号 本次活动除了请来了李好夫妇 这两位人气火热的知名主持人外 哈罗差纳集团波士顿负责人邢小梅 波士顿国际传媒咨询公司董事长余国良 ACM蒙传媒董事长魏大航 58同城纽约分公司负责人吴丽雅 纽约风鸟传媒公司负责人庄乐乐 以及密歇根中文广播电视台台长王劫玉等人 都亲自来到现场住行 而错过波士顿战比赛 或者没有在这个地区生活的朋友们 也不用感到遗憾 因为接下来一场又一场的美东地区 分战也将一一拉开帷幕 其中4月15日 一战到底世界名校争霸赛将走进 美国首都沃盛顿DC大华府地区 于下午2点30分在ACM蒙传媒总部活动中心开赛 届时我们将会提供全程直播信号 而一战到底世界高校争霸赛纽约赛区 也将于4月26日进行决赛 也欢迎各大高校学子们踊跃报名 以及各位热心观众到场观战 身居美国中东部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一战到底密歇根站的比赛 也将于4月21日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尽情期待 最终获得各个赛区战神称号的选手 不仅可以获得战神奖杯 更有机会亲自抢往江苏卫视总部 进行现场节目的录制 来回机票及时速将全部由江苏卫视承担 同时如果您不幸毕业已久或还未步入高校的大门 没有符合本事高校争霸赛报名资格也不用担心 ACM蒙传媒将会把这档意志类节目做成常态化项目 将于每个季度定期举办 每个季度的冠军 我们也会推荐给江苏卫视栏目组 成为参与到现场录制的储备选手 您还在等什么 快来加入我们 展示自己强大的知识储备吧